還記得我們居家運動的第二天 教的是塔巴塔燃脂運動嗎 如果你還沒看 或是你想要複習的話 可以點上面的字卡喔 嗨 大家好 我是渥俊的教育訓練官Gary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居家運動第三天 上肢的訓練 跟我們一起做吧 好 首先我們先教二頭的訓練 二頭在這裡 二頭的訓練這樣子 OK 所以簡單啊 找一下你家裡面有沒有 稍微重一點點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教男生版的動作 拿比較重一點點東西 像這樣的一個洗碗筋等等之類的 好 然後接著啊 先把你的身體啊 先挺直 好 如果你覺得挺直有點累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往後 靠在椅背上 都可以 一開始都可以的 好 那我先示範 稍微難一點點的 比較標準的 好 先挺直你的身體 所以記得一定要棍當中要保持挺直 OK 好 接著啊 把你的小工具啊 好 一隻手先拿著 然後放在你的身體的單側 OK 然後接著啊 把它這樣舉起來 過程當中啊 好 記得注意你的上臂 好 你的上臂這一段 要靠在你的身體的旁邊 不要讓它往前跑 往後跑 或者是往外跑 或者是有聳肩的動作 這些都不要喔 所以我再示範一次正確的 把身體挺直 好 然後做二頭彎曲的動作 訓練你的二頭肌 OK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女生的話 當然可以拿比較輕一點的囉 好 一樣 單側 好 過程當中 記得保持你的身體的挺直喔 然後手臂不能夠亂擺 不要亂擺 這樣子 好 那剛剛已經學完了 一次的標準動作 那記得你在做的時候啊 像我這樣子 好 然後 舉到你覺得酸 因為你在家裡找到的這個工具啊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重 你應該也不會想拿 所以沒關係 你就拿一個你覺得可以的重量 好 然後這樣子舉 好 那記得啊 你的這個 心裡面啊 要稍微數一下次數 或者是你可以用秒數來時間來做控制 好 然後要記得換邊喔 然後兩邊的時間或者是次數要一樣 好 不然你就會練成一隻手大一隻手小 OK 好 那這樣子 兩邊各做一輪的話 就這樣算一組 好 那一樣 先建議啊 從二到三組開始 好 去做訓練 然後慢慢的啊 把你的組數啊 增加 好 慢慢的增加 你可以增加到六到八組 OK 好 都很棒這樣子 所以 這樣動作啊 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 偶爾起來練一練 一邊看電視 一邊追劇 一邊又可以訓練到 非常棒 那接下來要叫第二個動作是 訓練你的三頭 尤其是女生啊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 拜拜秀的位置啊 比較緊實一點 這個動作可以練 好 一樣 我們先找一個 你可以接受的重物 好 可以接受的重物 不用太重喔 一開始你可以拿輕的沒關係 好 比如說我就拿著一個 比如說像 洗碗巾啊 或洗衣巾這樣子 好 那 拿著之後啊 首先先把手這樣子 抬這個位置 OK 好 然後 另外一隻手可以幫你 扶住 扶住你的這個上臂的位置 好 接著我們來做動作囉 做這樣的動作 把你的手臂伸直 放鬆 放下來 伸直 放鬆 放下來 好 記得你的這個上臂的位置啊 要保持不動 保持不動 然後移動你的前臂就可以了 好 當然過程當中啊 你的身體都要保持挺直的 保持挺直的 所以過程當中 如果你覺得啊 哇 這腰有點痠 沒關係 你就往後靠在椅背上面 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OK 再看一次正確動作 好 那記得數一下你這隻手 做到有點微酸 或是做到酸的時候的次數或時間 記得要換手 記得要換手 一樣 很簡單 預備姿勢開始 好 過程當中 記得保持你的上臂 穩定不動喔 所以用另外一隻手去幫忙扶住 穩定它 然後做的時候把感受度啊 專注力啊 放在你的這個位置 拜拜秀的位置 去想著它 讓它出力 如果你已經學會了一組的動作之後啊 我們來說明一下 那你在練完這一組動作 欸 覺得練到有點微酸了 或是蠻酸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記得要換手 記得要換手 那記得兩隻手的時間 或者是次數要一樣喔 避免你練成這個大小手 大小手 OK 好 那再來就是 組數的部分啊 一樣是建議二到三組 二到三組 好 從二到三組開始 然後接著啊 你可以慢慢的累積累積 累積到六到八組不等 都可以 好 那接下來這個動作啊 我們要教肩推的動作 訓練你的三角肌 肩膀這一塊 這很多男生也很喜歡的 女生也是喔 OK 好 那預備位置放在這裡 好 在這個位置 OK 好 然後手肘啊 大概是你在你的肩膀的高度 好 然後你的手肘啊 的位置啊 不要在正側邊 我們要在前面一點點 好 在前面一點點 OK 從這邊開始往上推 好 那記得在推的時候啊 是垂直的往上推 對 在這過當中啊 你就可以訓練到你的肩膀 好 然後你的白白秀 其實也可以訓練到喔 好 再示範一次 對 就這樣 垂直的往上推 過程當中啊 當然是保持你的身體體線的正確性 好 保持一直線這樣子 好 不能夠歪斜喔 如果你歪斜的話 你就要停下來了 OK 好 然後在手臂的位置啊 記得也要垂直的往上推 有些人在推的時候 他可能是這樣 好 斜推這樣就不對囉 OK 所以如果你已經變成斜推了 你可以把你的手肘 再往前轉一點點 好 在前面一點點推 就可以推得比較直一點 好 因為每個人的肩關節的活動度 不太一樣 那當然你已經練習好 好 一隻手的動作之後 當然記得喔 你要換另外一隻手 好 不然你就會變成大小手 那當然再提醒一下 兩隻手的次數或者是時間 要一樣喔 OK 好 那麼 那再來就是主數跟次數的部分 次數剛剛講過啦 次數兩隻手要一樣 然後主數的部分啊 一樣先建議從二到三組 然後慢慢的練習 然後慢慢增加到六到八組不等 都很好 以上三個動作你都學會了嗎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更棒的訓練方式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希望你們 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小鈴鐺 你會收到更多最新的影片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